你个老东西,我让你来,我让你来 家浩,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以后别让这个老东西来,别让他来 你就是不听,你拿我的话当耳环风吗 我妈她最近身体不好 我带她来城里看看病怎么了 怎么,农村不能干嘛,非要带城里来 那不是因为她到城里,我在她身边更好照顾她吗 你照顾她,咱们家里全是新买的智能家具 她会用吗,用坏了,她赔得起吗 坏了,那就再买 只要我妈她高兴,就算全砸了又能怎么样 上到电视洗衣机,下到毛巾牙刷 家里有哪样东西是你买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在这里叽叽歪歪的 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是你老公 这个家里,我才是男主人 我明天下班之前,你必须让这个老东西从家里给我滚出去 顾家浩,我看你是在城里待了几天 忘了自己的根在哪了吧 你在家里成天不是打游戏,就是睡觉 你能干什么 请问你是能做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呢 还是能做事业上的一把手啊 这样呢,你是不是觉得你有几个臭钱你就飘了 开始嫌弃我了 臭钱,那我看你花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这些年,你用我赚来的钱修饰你自己 提高你自己的品位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高贵啊 把你妈和我妈分得清清楚楚 我问你,你算干嘛的 我不管,我告诉你,你要想好好过日子,就赶紧把你妈的老东西给我送走 还有,如果你想分家,那就分得彻底一点 家里以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好啊,我答应你 房是我买的,车也是我买的,我都要通通带走 还有,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我买的 我就当大发慈悲送给你吧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好啊,你这样呢 你太过分了吧 你居然和我来真的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是没有人会支持你的 知不支持,不是你说了算的 古家号,百善孝为先 如果,非要在你和我妈之间做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选我妈 还有,既然要分家的话,那就分得彻底一点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魂在其中 不能走 不能走 怎么了 你车前面有人 大叔 大叔,是我撞的你吗 就是你 就是你 大叔 那我给你多少钱呀 给十块 十块就行了 好 我给你 给 我也有钱了 我有钱了 我有钱了 嘿嘿嘿 嘿嘿 哎姑娘你怎么还给他钱呢 就是啊没关系钱又不多 哼大叔你好不容易碰个词 怎么才要十块钱呀 就是你这钱花得安心吗 这钱我也不花 不花不花你讹人家钱干嘛呀 我要给姑娘买汤吃 她小时候做一次饭饭汤了 大叔那我送您回家吧 好那你背我 好我背你 哎姑娘她讹你钱 你怎么还送她回家呢 就是真是两个傻子 她是我爸 三年前出了一场车祸 她为了救我 所以变成了现在这样 往后余生 我陪她哭陪她闹 只要她开心 我做什么都愿意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 手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成三 哎老板你这是 等会你就知道了走吧 哟你也是来面试的呀 对呀你什么学历 我博士我还说是呢 这公司看着装修挺好 怎么环境这么恶劣 就是走走走走走走 你们好 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吗 哎呀你什么味啊 你出来面试都不当洗脚的吗 臭死了 就是 我坐在这里都闻到了 快快快起开 就是脚这么臭还来面试 真丢人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来你跟我过来一下 姑娘你不是有脚臭吗 来给你个好东西 快拿去试试吧 开始面试 我先来我先来你挤什么挤啊 我自己你也没机会 我可是博士我还是硕士停 记什么挤 这里是面试的 又不是菜市场 什么博士硕士都给我出去 凭什么呀 你让我们出去 我们就出去呀 就是 我们公司招人 主要是看人品 虽然你们两个学历很高 但是素质太差 拿着你们的简历 通通给我出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我们走 就是 哎 你等一下 你不是过来面试的吗 把简历拿过来 给我看一下 可是 我只是普通大学毕业的 学历 没有他们两个招 学历 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公司招人 主要是看人品 你刚才 在门口的行为 我已经看到了 恭喜你 你被录用了 啊 真的吗 老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支支援 我们下支支援 下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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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